范冰冰临心如赵薇在演艺圈 谁不知晓 各个都在演艺事业 取得很大的成功了 三个人都是靠着孩子格格走红到现在了 从此他们结下了深情感情 大家称为环珠三姐妹 自从合作完 范冰冰开始霸平博士了 从鸭管专用户成为女主 演技被大家嘲笑花瓶 但范冰冰凭借我不是潘金莲 获得金鸡影后 而赵薇与林心如有多次合作 两人默契越来越好了 事业同步发展 赵薇现在身份不简单了 不仅仅是演员 也是导演投资人 开了自工作室 现在发展重心 并不在演演艺圈上 多亏了 赵薇嫁给好丈夫 黄有龙是国内有名气富商 身价高达数百亿 赵薇得到黄有龙相助 人生如开挂一般了 而林心如还没走向世界 但在国内有着很大的地位 感情也很成功 大家都知道林心如被初恋对象 林志颖伤害很大了 好多年不敢宣布恋情了 一直都是麻木在拍戏 幸好四十岁之后 没有错过感情 或见花 但林心如好般配 长得帅气 为人很低调 事业正在发展 很有希望成为一线男星 这些你们好多新作品 林心如嫁给一个潜力古男 年纪也是相仿 婚后 一家三口很幸福 李晨现在是当红的男星 在1978年出生在北京 18岁初到了 演艺事业不如意 多年都是配角 跟范冰冰练形曝光之后 李晨人生不一样了 在跑男大黑牛形象 得到大家关注 圈粉无数 平时无事情 跟范冰冰秀与爱 这个三姐妹感情上 还是事业都是很成功 经历太多事事非非 依然还是倒 在演艺圈有着不敌的地位 同时也找到自己一半了 虽他们的男人相聚有点远 不过他们都是相爱 如同赵川老师所言 日子是自己过 不是给别人看 感情一直遭到他人质疑 范冰冰赵薇林心如 都是很爱演艺事业 青春都奉献给事业 换来成功 也值得了 现在就告白情感老实 他们不像当红温币侠一样了 嫁给豪门 虽丈夫很疼爱 但为了爱 放弃自己演艺事业 毕竟事业是女人安全感需要 范冰冰赵薇林心如 现在也遇上不好消息 对他们演艺事业有形象 幸好身边男人 一直陪伴自己身边度过难关 现在就告白情感老实 世界有着很多感情 只有你落难的 身边人还陪着你 证明他们是爱着你 现在林心如 赵薇范冰冰 都找自己人生幸福 彼此丈夫相聚有点大 不过他们都是真心对待对方 事业也开始有点分歧了 范冰冰漫漫国际化 而林心如还是当红的女星 赵薇商业化了 范冰冰林心如 赵薇出道经历太多了 但是他们还能坚持在演艺圈发展 靠着自己努力成就事业了 大家只知道羡慕 范冰冰林心如 赵薇拥有现在一切 却不知他们在背后付出一切 我会有点赵薇 我会有点赵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